非常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做这次分享 我是旋轻安全的总益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唱的这个 以SBOM 为基础的原则 用完成的治理 刚才赵老师分享的基础 非常的专业 我们这个分享尽量是把视角再拉上来一点 以我们资深的实践为我们介绍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这个分享的话题还是从这瓶牛奶开始说起 大家看到这瓶牛奶的时候不知道要不愿意喝掉它 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我并不太敢喝掉它 原因在于我并不确认它是什么样的一瓶牛奶 或者说它是不是牛奶 我只看这个图的话或者这瓶东西的话 也许它是一个加了三句钱的牛奶 也许它只是一瓶乳胶 装在一个类似于装牛奶瓶子里而已 当我们转动瓶身 看到后面这标签的时候 这个时候至少我个人会放松很多 我会愿意喝掉它 原因在于我可以看到 这个品名是牛奶 并检查它的贴量也是牛奶 然后里面还有我们的正规的时间部门 给它生产批号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它是一瓶可信的东西 那么我就可以选择它了 那么基于这大理 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一瓶东西 不同角度看它 给我们个人的感受 性别度是完全不同的 原因在于有两点 就是上面写的这两点 第一点就是 这个东西上要有一个成分清单 来帮我们识别这个东西的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 包含什么内容 也就是实现这个东西的透明度 以及可见性 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强务力的监管机构 我们所信任的 来告诉我们这个配料表 就是说这个可见性是可信任的 好 那食品有自己的配料表 那本链行业也有自己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本链行业 这个概念呢 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听过 可能这两天吵得比较热 那么简单来说 软件物料清单呢 就是我们软件成分的 一个清单列表 就是这个人体型的概念 列出来这几个呢 是几个常见的格式 这个后面会再次提到 为什么现在软件物料清单 这件算是我们的一个技术设施吧 是越来越重要的呢 原因是在原生时代 我们面临的空姐面 跟我们的技术变革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很多传统的这种安全防御手段呢 都已经不再适用了 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的左上角 第一个是我们原生时代 重要的思想变革 首先就是开发模式上 我们从瀑布到敏捷 到现在以戴王府为主的这种开发模式 这就要求我们对安全防御手段 第二个是越来越敏捷化 第二呢 就是在应该购买 大型系统到SOV 到VF5为主的这种开发模式 也是让我们很多传统的这种 边界玩意手段 已经不再能用 那也因此我们一些新的 基于SBOM的这种轻量化的玩意手段 就需要我们着重进行考虑 第三呢 我们在代码实现场 从传统的必然到开源 到现在混元模式 就是开必然都在用 我们很多的传统下 我们是用了开源的代码 但是我们会掉 闭元的API和接口 这种情况下 也是需要特殊的做考虑的 第四点呢 就是服务器 从物理机到虚拟机 到现在人情化为主 带来的呢 就是我们看到中间这张图 在风险面上 对我们一向最大的 实际上已经不再是 闭元组件 就是我们自研代码 或者闭元组件这些风险 而是以开源组件为主的风险 以及API的风险 以及融线 那我这边再对 我的物料清单 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描述 我们再重新订一下 我的物料清单 我的物料清单呢 是元春时代 应用安全风险设计的 基础设施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定位 那它有几项特点 第一呢 是它是治理第三方 组件风险的工具 没有它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不是做不好 是根本做不了 第二呢 是它是可深入如何于 DevOps的这种应用生产模式的 这也是它能够用这个新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基础性的特征 第三呢 是它可以与多种的 在TapCOS工具链 联动强化效能 这也是目前工具上的一个发展趋势 第四呢 是在原生应用的开发端及云端 均匀能够发挥它的效应 好 下面再介绍一下 我的时间现状 这是 TapCOS工具在去年做的一个行业调查 大概就三分之一的收缴者 遵循着SBOB的最佳时间 其实这个数据呢 也是我所看到的最多关键的数据 跟这个类似的 我们去年呢 也跟Dreammark一起做了这个行业调查的报告 其中也有东西道题 就是有关SBOB的 只有3%的收缴者 是做相对差不多的时间 可以说在SBOB的应用实践上 的行业是远远不够的 刚才说到了我们Dreammark 它的应用度完全不够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的经管机构上 目前我们的主要有如何呢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这个原生的时代 其实是底层是基 依赖于我们开源世界 而发展出来的 如果没有我们广泛的这种 开源的 原生的技术设施 以及原生的这种 开源的软件应用 那么我们很多的应用 我们很多的产品都不大实现 那么在开源世界 有个很显著的特征 就是做人事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大家各扫民间去 拉到别人 你们自己去管制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开到上面那个是 GitHub上的 就是它的社区 就是用户政策 这个就是用户政策 下面这个是我们用的 我们用的 最统化的 CNASIS 就是 拉法区别词的 2.0这个版本 都有相应的 我们所谓的免责声明 意思就是 就是你们用了开源组件 说的事儿别乱了 你们自己去讲话 那么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原生时代 我们做很多应用开发 或者应用运营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是 应用安排的第一次认识 甚至是唯一次认识 没有人的方式 我们开源供与商是不会 都是不同的 那相应的 我们在原生的开源应用上 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 我们虽然之前 是发布了自己的一个 开源的 IC工具 的奥卡IC 我们也用它 进这些社区型的扫描 扫描很多原生产品下 常用的救出式 以及用软件 这里随便列了三个 可以看到 每一个基本都有十几个 到几十个不能的漏洞 这个不算多的 还有几百个漏洞的 这种开源软件也存在 因为有些名堂 才会把门自己掉 所以说 其实在 在开源应用上 风险的面是非常的广 特别是这种功能越强大的 用力越广化的这种开源组件 它的漏洞不见得少 通常意味着更多 因为它通常有 频繁的建权的这种动作 有频繁的数据库的 存取的这种动作 或者有频繁的第三方 API的这种交互的 因此它的风险点会更多一些 下面 就是盖尔也在新年发布的报告 就是他们也认为 在原生时代下 反应工链攻击是越来越多的 那么到2025年 其实45%的组织会受到 反应工链攻击 并且这个数据是2020年的三倍以上 反应工链攻击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其实最弱的一部分 就是来于第三方组件的应用漏洞的利用 比如第三方投资 这种第三方组件的东西 这是近几年那些 重要的工链攻击的事件 其中很多都是跟开源的漏洞相关 也包括刚才 吉拉王老师提供的 这个ROPJ2的漏洞 这是一个另外的例子 是IFX公司的新泄露事件 这个事件 很多人可能都有错的人 它是发生在2017年的一次事件 它的事件的起源是由于当时 STRUS2 045x2年速的漏洞 3.25x38 当年这个漏洞的诞生 也是一个核弹级的事件 有点类似于 2011年底的ROPJ2 在当年的影响 差一点都不住 当年这个漏洞爆发出来之后 很多的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 证实的解决措施 美国联邦政府也不意外 他们也对美国很多的 重要的民生的企业和机构 进行到相应的 这种漏洞的情报的通知 希望能够进行极快的整感 那么IFX其实也接到了 当时的这个通知 但是呢 当时IFX公司的安装部门 并没有掌握到自己 这个公司内部 所用的一些应用的 完整的这个软件没有进来 所以他们并不清楚去呢 去找这些存在 这个漏洞的应用组件 就更别提整感 所以他们所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相应的通知 相关给自己的研发部门 让他们自行去做整感 那营造部门自己也缺乏 这个相应的重视度 也缺乏相应的整感手段 所以这个事情就严严加大 从三月份拖到了五月份 两个月之内 并没有修复这个落落 那这两个月呢 就是黑客的农机事件 黑客用这两个月呢 是达到了一亿多条的用户数据 最终造成了 美国的宇常最大的新鲜事件之一 当然这件事情呢 其实已经发生在六年厂 但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事情 才最终的全然落定 因为这四五年 都是在跟美国政府 进行一些诉讼 还有一些年厂体 都在进行诉讼 最终呢 达成了就是 这一家公司 Enterfax 是赔偿了七厘亿美金 比较少 那么下面呢 我再进一步 再概述一下 Score 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首先 Score 做的 有哪些 这里整理的八点 这八点也深入在了 我们二十年 跟新鲜事件发布的报告里面 分别是 因为你想想想 动动管理 配置管理 极限建立 资权管理 就是任何授权管理 知识管理 以及合规性管理 那这些八点 实际上可以说 还在做的还是非常广泛 所以我们相应的 它涉及的部门和人员 也会比较多 也就是说 无论 您是在部门 主要是 您在企业里 有IT的业务 那么 通常跟Score 都透不了关系 这是Score 点击的作用 基本上 可以有代表性的 把Score 的作用 表现出来 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在缺少Score 的形状下 上面的这一组图 当上游的组件发现了一个漏度之后 它会进行一个整改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之内 由于下游厂商并没有长过Score 所以它并不知道 我有一个组件 已经爆发的漏度了 但你从于完全不之前的状态 直到某一天 它通过某个方式知道这个情况 它也进行自己的整改的过程 按到每个关键之间 所以这个漏度会存在一个非常长的 不可控的阶段 没有进行任何的有效的管理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Score 之后 大家上游的这种组件的厂商 都会在第一时间 就知道我有一个组件 爆发了一个新的漏度 那么它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进行这个漏度环节 以及漏度的修复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真正地做到 对漏度进行第一时间 开始的全流程 全流程器的管理 这就会有效的 降低给我们的 对大陆的一些流程 那在Score 的整体上 我们刚才提到 很多的我们的这个 决策都可以用到Score 简单来说 软件生产上 软件财务上 软件应用上 都可以使用 那其中各个部门 也是很多都可以使用 比如说 开要等位 安全等位 以及法屋等等 之后 这些类似的工作 还在那边 会越来越多 好 下面简单 再点一下 我们这个Score 的时间要点 这些要点 是来源于我们全球安全 继续来 在Score 上的一些实践 的机会 也是我们一些 重要的总结 第一个要点 就是Score 需要有更多情报 的关联 因为Score 它只是一个 竞产的内容 它自己并不能完成 一个有效的安全工作 它需要跟其他的工具 进行联动 才能形成有效的 这种安全的地方 那动作情报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联动工具 我们只有 比如说像刚才的那个 就这样说 前面那个第一时间 大家能够知道 我有一个组件 爆发漏洞的前提 是他们有 比较有效的 漏洞风险情报 做支撑 如果没有这个工作支撑 他们也有什么支撑 所以漏洞风险情报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是我们要 公告自动化 上面这段话是该次 NTA 就是美国电报信息管理局 的一天 指南 叫做Minimum 叫做Minimum Binance 或SBOM 这个指南 这个指南也有明确的要求 就是我们要有 自动化的支持 这个是SBOM的底层要求 原因也很好理解 就是SBOM作为一个 列表清单 如果我们没有自动化 用人工的方式来做管理的话 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随便一个应用 都有成百上千 甚至上万个 如果欠套起来 一规起来 都可能有上万个的这种组件 在支撑一款应用 如果我们用人工来管理 这种就没有管理 因为我们都管不过来 所以我们需要用自动化的方式 来做SBOM的过去管理 以及后续的疲惫 以及后续的动作 这也是 这也是 之前提到的 就是我们原生随在这个 敏捷化条图的一款 因为我们知道 敏捷化条的底层就是 我们切掉自动化 没有自动化 就一定没有用 那第三个要素 就是我们要使用 标准化的格式 左边这三个前面也提过 就是我们常见的 三种 国际通用的标准化的格式 特别是 SPDX 30X 和SWAB 三种 这三种格式 实际上 它本来的设计是各有不同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电信 就是还是NTA这个组织吧 在这个构建本的 组件透明度 这个那里也提到 就是iPhone是个包含 软件组件这种 和从运达信息 且机器可图的规范性清单 前面那个 组件的软件运达信息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 这就是那个清单了 但是后面的 这个机器可图规范性的清单 这机器可图规范性的清单 这机器可图规范性 这两个词 很多人会忽略的 其实这两个词是编重的 如果没有它 也不能说是一个 很那个标准化的iPhone 因为iPhone 刚才提到就是自动化 自动化的 一个很 很底层标 就是我们这个iPhone 需要跟其他的工具 进行严重 如果你不是规范 想的东西 可不可以 我们之前真的有 建造客户 就是他的做法是 他使用的 就是UXL表格 是公司自己定义的 包括安诚文件 还找到固定义的 反正是他们自己定义的 然后呢 把一个表格 派发给自己 研发的团队 然后去填 填收回来 然后存起来 就结束了 这种方式呢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真正有效的iPhone 使用方式的 实际来说 它就是一个 样物 用不检查的 如果有合格性检查的 它可以拿去出来 应用不应用证 但实际上 是起上任何作用的 说回那三种合格式 所完整原则DX 最开始彻底做的 实际上是 用一座修复证管理 然后中间 那个Syslum.js 是OAS 和旗下的一个 开源项 的一个组件 叫Dependency Check 也是因为那个 开源项目里 最开始是 用Syslum.js 来做项目里面的 组成分析的 这种信息管理 最后的一个 Syslum.js 是 本来最开始 设计 成做 搭载迭代的 这种信息管理的 但现在这部分 是基本功能区断 都是可以用 它的基本功能 都有同志 那下面一个事件要点是 我们要把整个Syslum 管理的 这套更多固化到 流程和体系当中 这个流程和体系 是什么不重要 但是一定得 这也得说到 之前有些案例 我们有些客户 我们看它有轮达 叫 轮辕物药清单管理流程 它就是专门针对轮辕物药清单管理流程 设计各个部门 各个动作 但是它没有跟 企业其他的安全的动作进行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看到 Syslum它是无法进行 有效的流程 因为Syslum 其实它这个 底分基础说是 它最好发挥的方式 也就是融合到我们 业流程里面 支撑我们的业流程 更完善 把我们 Syslum 不需要帮助一个负担 而是帮助一个 能够提升我们的车体能力的工具 这样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可以看到 我们很多客户 现在慢慢的 会把Syslum 作为一个 环节 或者是其中的一个点 用不到自己流程当中的 这个流程 可能有 Divox的这种流程 也有 Syslum的流程 甚至 可能就是一个 独立的漏洞的 这种 用机响应的流程 都可以用Syslum 只要Syslum 融合到限制的整理 它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下面就是讲一下 我们 在实验中的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相对于 比较轻敌 是我们 给很多我们的客户 推荐的 他们一开始 是Syslum 比较能夺地的一种方案 它并非常复杂 当然 基本来说 也能复杆个 七八八的这种风险 基底来说 这个方案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叫 圆重检测 第二个方面叫 触上美衣 第三个方面叫做 持续认 简单解释一下 在圆重检测 就是我们在路口端 要做有效的控制 这个路口端 就包含我们第三方的 这种开源或者 预言组件的引入的 这个环节 以及我们第三方的 比如我们合作伙伴的 这个VPI 我们引入的环节 都要做有效的检查 这个路口端有好的管理 后面的很多动作 都可以简化 都变得更加容易 去做一些 如果路口端没有完好 后面的动作 会非常复杂 第二个 持续领域 就是我们在应用它上线之前 需要打一个REST的插装进去 REST算是一段代码 它有一个代码 就是我们所说的代码 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 监测内存中的剩下的信息 如果我应用在跑起来之后 在运营阶段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攻击的行为 异常行为 我们就会 用REST的进行手套的拦截 这是第一点 这个作用 可能可以常常能挖 或者是 连紧毫步的手段差不多 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它该用是威力使的 所以它不会受一些管制的限制 像我们用厂用的容器 啊 无论什么环境 只要用能跑起来 REST就能跑起来 所以这是它非常有效的一个点 第二个点 就是它被跟风险提告来弄之后 进行热骨银的拦战 因为有些我们知道漏洞 从爆发到有效的解决方案之间 是有中间有一个空装器的 这空装器呢 我们是没有非常根本性的进行手套的 我们无法改革 也无法生主件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REST来进行 热骨银的一个打入 这个热银就可以有效的 然后组断构动相关的执行的一些函数 这样风险也被缺点 第三个持育运营阶段呢 就是还是刚刚说的 就是有了REST之后 我们刚才那个上天后的那一套过程 就是在持育运营阶段 那在整个的这个解决方案里呢 我们有几个底层的追踪工具 下面简单依次说一下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REST 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HORTS 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HORTS 然后IC呢 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它就是编程分分析的一种工具 它处理组件的信息 然后组件里面包含的漏洞 以及一些改不改的建议 这都是它的功能 这个C2IC 就是目前我们 试验人们看到的最高效的 过这次报告的方法 基本没有推移 那第二个组合成的工具呢 就是IIST 我们说的 就是IIST 会用CMAS 就是交付给它 它的很重要的点错 就是我们做HMP检测 然后很多原生的应用 都知道DNP3 APS是鞋缩锁通信的 它就可以有效的很难 去参照的APS 处理出准个的APS 是其中的 下面一个支撑工具 就是Ref 刚才提过 它的支付片 其实跟IIST非常小 都是一段代表运动 植入到我们的应用当中 也可以植入到 我们所运行的服务的服务器 也就可以了 那么它的作用 跟IIST不同 我们是IIST的 更多的是八线通险 八线漏洞 那IIST呢 更多的是做 通险的防御 或者说是做 异常行为的防御和检测 所以它更多 应用在 运营软 就是我们刷片之后 就让它来 帮我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简单再总结一下 就是刚才那几个东西 处理起来 也要怎么用 应该这个原子 就是剪成一个 Diveoff 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从 从这边开始看 就是上面这个 公共链审的IIST IC 这是第一个阶段 就刚所说的路口管理 我们要再载购阶段 做公共银端的选择 这个阶段 导致用2013 IC 来做 因为我们很多采购的 或者我们合作伙伴 提供的一个 应该合作的地缘 我们无法通过 原码来做检测 所以2013 IC 就很重要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在 开发阶段 用原码去打IC 帮助研发股 来做 他们自己的组件传 那这两个阶段 都是 生存SFO的重要阶段 有的这两个阶段是SFO 基本上是SFO 我们底层的这个 页表就先走 然后留点到后面 就是在测试阶段 我们需要做AEA.S 刚才提到的 用IIST来做 然后 同时我们在设计前 要做一次 视频检查 就是我们整个的 软件打包完之后 再用RGIC 再看一遍 因为在评约过程中 可能也会引入 之前没有检测到的 第三方程序 那 同时 我们要做 出场自己的一个 这个动作 就是把扇和插张 打到的 这个时候 就被做出运营阶段 出了问题之后 怎么解决 来做一个伏笔 如果没有这一步 后面的运营阶段 就缺乏一些有效的情况 然后 到后面的 运营阶段 我们要做实际的 分析监控 这个时候 要跟多的情报 进行关联 一旦出了问题之后 我们要做 比如说 我们要 我们这个 用分析情报 发现一个新的 漏笔带生后 要打 GRAS的热笔 帮助我们去 消除这个 风景面 同时 如果一旦 发现了入侵 或者危险行为 比如说 出一些落下 比如有人在 入侵 在T恤上 我们就用GRAS 进行有效的 对这些行为 进行 拦截 所以 这些 有很好的错误 就是 它可以做函数 机构栏体 所以它通常不会 太影响我们实际页 了 不见我们很多传统 发案 要不然就是 很厉害 这个页子没想用了 要把这个设计能用 这是它的一个 流史 最后最后 就是我们 前来提到 就是全家安全 直接发布的一款 开源的IC 软件 叫OpenIC 我们也是有自己的开源社区 如果各位有信心的话 可以下来试一试 我们在OpenIC里面 也内置了S-Home 的转身引擎 可以表方面 付出我们软件中的 所有的信息 我们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老师的 训练研解 下面进入 卢介王 那么大关系 那个啥就是 我这边不是为了这个 灌标 只是就是说 这想要就是 因为觉得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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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从开源 OpenIC 这个 后面 这个东西 它已经包含了 后面 就是 这个 这个 对 所以 这个 这个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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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那么来人是显示前面的NC 这不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玩意不得一直使用吗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开只有NC的这一块两个 后两个没开源 但是我们有双叶化盘子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咨询 过去去再了解一下 实际上就是因为刚才也提到 整个的开源安全 或者叫整个原生的安全里面 SBOB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在这个基础设施的应用上 其实现在大家是非常不够的 所以我们的想法是 先把一个能够把SBOB 简单生成的工具上出来 让大家知道SBOB是个很回事 然后能够有直播感觉到SBOB的样方 它能带来什么作用 但是因为实际上是压商一块东西 所以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组件都开用化 所以后面的一些配合方案 像朋友提到的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 要跟我们的这个商业团团去做咨询 然后才能解决一个可能 然后后面那个动物情报这一块的话 这可以订阅的吗 对 甚至没有 嗯 小庭 等家里面听 好 好的 谢谢 那下面我们进入这个下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下一个话题的茶区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刚才我们抽红包抽重的 重奖的那些小伙伙伴去前到台 找他们要一起去做 我们五个书包无二书 先去一个明镜包 好